三隻次元突破 特爾能改變貓貓砲車 納克爾能改變紅藍buff 景能改變自家防禦塔 每一隻造型都超貴 重點是喔 這三隻角色現在都不是很強 為了拍這三隻次元突破 隊伍裡必須要有兩隻射手 雙射手在S場真的很酷耶 尤其對面的陣容又是五充牌陣 感覺我們會被打爆耶 哈囉大家好我是劉哥 I'm Yuga 今天三隻次元突破終於合體了 你們還想看到什麼內容企劃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喔 這場我們遇到的對手是五充牌陣 我就想要不是我們雙射手被殺爆 不然就是我的野區會被對面入爆 我都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 看到這麼多充牌角 那我肯定要出打野斧來增加容錯率 這邊跟大家講一個納克的出裝小觀念 納克通常出打野斧就一定會配鋼鐵長槍 出紅野刀就會配破陣 因為打野斧沒有冷卻 所以會配一把鋼鐵補足冷卻時間 至於紅野刀本身就已經有冷卻了 直接補上一把破陣 那傷害肯定是最痛的喔 那我們剛剛吃完的蘇馬上趕去魔龍 因為我想要搶尾刀 我特別扣了制裁 成功搶到了尾刀 接著我就看到 瓦爛啦 我們家的井 直接被對面入爆耶 我的藍也剛好重生啦 就看到對面的人 鬼鬼祟祟祟都在附近 他們感覺就是想入我藍 所以我馬上把藍拉出來 然後挑飛一個大 直接把亥犽跟納克魯斯都打殘了 稍微繞一下等一下技能冷卻 就看到我們後面的特爾 直接收掉我剛剛打殘的亥犽以及納克魯斯 超級棒 我再回頭去牽制一下 我看到特爾差點死掉耶 OK 沒什麼大問題 至少這個魔龍是我們的 藍buff又成功保下來了 雖然人頭比數上面是有點落後的啦 那我們繼續來刷紅區 一開始看到拉茲一直在亂我的小野怪 我就索性不吃小野怪 我們直接吃紅buff總可以吧 我的紅區有拉茲 有莫多斯 我的制裁是非常準的 我想要搶紅buff的尾刀 結果多了一個瑞克 我直接死去 在玩遊戲的當下 我看到小野怪被入的時候 我就跟我的雙邊跟我的隊友說 可以來守一下我的紅區嗎? 結果我的隊友回我 我們是射手 沒辦法幫你守 你要自求多福 聽到這句話 我的心瞬間涼了一半 你看 僅在塔下 瑞克都會想要塔殺他 更何況是我的野區 特爾就忍不住開拳屏 跟亥犽說 來跳舞怎麼樣 因為他知道我們要打架 絕對打不贏對面 你們注意看 對面的拉茲有多兇 他直接跑來塔跟塔中間 把一個半血的安格列給殺掉了 又成功跑掉 我也追不到 如果我身上沒有藍 今天冷卻真的很久 紅藍我基本上是吃不到啦 唯一能吃的就是小野怪 這也不能怪對面太狠心 因為你們看 S牌嘛 大家都有差不多的觀念 你看到對面的陣容 雙射手 那前期肯定會把人家野區入爆 但要塔殺的話有風險 但是野區 我的野區 我完全吃不到我的BUFF 我的紅藍BUFF 我花錢抽一個次元突破 結果我看不到變身過後的BUFF 你說這氣不氣 官方 趕快改強加納克吧 吃不到BUFF 所以剛剛跑去吃了魔龍 加點吃 然後我的藍真的是好缺 我又不想回家 我一直告訴我自己要加油 因為我們是雙射手 我們只要拖到後期 這全世界都是我們的 我前期就辛苦一點 變成對面的BUFF 對 都來打我 野區都給你們沒關係 那至少讓我們的雙射手 可以爽爽的發育 那再來掃紅區 再吃藍BUFF 我終於又吃到了紅藍BUFF了 對面納克 找我們家特德查 蛤? 蛤? 納克? 錯 我已經感受到特漫漫肥起來了喔 遊戲時間差不多7分鐘 5比11 我們快要扛到中後期了 河道打起來 我就看到納克羅斯狀態還不錯 不過納克是跑去中路 我就趁現在趕快把他的藍吃掉 安格列 直接新騎伯伯 幫我去卡一下那個納克 終於 我居然還有這一天 有機會可以反對面的藍 一開始我有過的多慘 都是對面來入我的紅藍 我終於有機會入對面的 我肯定要入BUFF 我跟你講 我自己偶爾有在玩打野 所以對於紅藍BUFF 什麼時候會重生 非常清清楚楚又明明白白 所以只要被我反了一次BUFF之後 你別想再吃到紅藍BUFF 再吃一下自己的BUFF 真香啊 我好懷念有藍BUFF的世界 納克真的不能缺藍 那殺掉了莫托斯之後 對面的藍也重生了 所以我就要跑去入藍BUFF了 兄弟別怪我不客氣 前期你怎麼對我的 就別怪我現在怎麼煩你家的野怪 結果草叢蹲了一隻瑞克 代表說他們也是知道BUFF會被入 瑞克真的蹲點蹲得很好 差一點把我帶掉 我差一點死掉欸 但至少我們知道 對面的納克沒有藍BUFF可以吃了 那我又算了一下時間 現在他的藍快要重生了 別怪我不客氣啊 納克 我覺得對面的納克沒有那麼會玩 原因就在於 你們有發現前期的入野 好幾次紅藍BUFF 幾乎都是他的隊友來入 至於對面的納克很少來入我的BUFF 你們可以看一下 經濟面板 對面的納克最窮欸 我的經濟快要是他的兩倍了 我們前期這麼慘 我的野區被入那麼多次 結果對面的納克還這麼窮 現在我在追拉茲 結果草叢又多出一隻瑞克 這個瑞克真的無時無刻都在我身旁 好險我有蘆兒 那有看到對面的納克 因為他真的太窮了 所以我這個血量 我是不怕他的喔 再來反他的紅 香啊 玩納克 不管你在順風還是逆風 最關鍵的就是 你農錢的速度 絕對不可以輸給對面 這場的經濟結賺啊 我是平均一分鐘可以賺一千塊的錢 一千塊的經濟量 你沒有玩打野都知道喔 要平均一分鐘農到一千塊 其實很簡單 但是你要在逆風場 甚至你前期 紅區 野區 什麼都被入的情況下 你在遊戲的最後還能賺到 平均一分鐘一千塊的經濟 這個是比較不容易的 現在我終於滿裝了 滿裝的納克 肯定要先預購死神鐮刀 接著呢 你就可以去報仇 像這個瑞克 前期一直來弄我嘛對不對 一直來防我的野嘛 現在終於換我追著他打了 你們懂這個感受嗎 好開心喔 終於可以換我追著人打耶 前期我都是被追著打的那個 那我又入了一次藍 對面納克 真的好慘喔 自從我入了他第一個BUFF之後 他再也沒有吃過BUFF 他已經看不到BUFF是什麼 那現在我們開心的再合到跳舞 那納克羅茲的跳舞就是騎著一個東西 然後我就直接騎著這個東西 跑去找對面 我就被瑞克打了 那這個納克呢 他打我沒什麼障礙 因為他的錢是我的一半 甚至不到 再吃一次對面的紅BUFF 這樣才對嘛 那個紅BUFF是我花錢讓他變身的 怎麼可以讓對面吃的耶 來中路幫隊友拆一下塔好了 對面真的也是很兇的喔 到現在我們人頭 終於贏了三顆頭 那對面是開了封塔 封塔有分自己人按的 跟對面按的 那個形狀是不一樣的 你們自己要去分辨啦 蠻好分辨的啦 現在我身上有復活嘛 所以我忍不住啦 直接往前挑飛 我們的特爾也是瞬移喔 他是瞬移進來跟著我射的喔 直接對面團滅了 遊戲 我們反敗為勝 我們終於 終於 終於贏了 好感動啊這一場 果然雙射手農到後期 真的很兇很強 很厲害很痛耶 那也別忘記把影片點一個大大的喜歡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